那么指控陈建州性骚扰的第一个人,大牙又是谁呢? 还记得当时的黑个儿组合吗?大牙就是其中立的一员,他的本名叫周一佩,比陈建州小八岁。 那么为什么大牙会指控陈建州呢?当年的大牙到底又遭遇了什么呢? 早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大牙就在相关社交媒体爆料了自己在十一年前遭遇陈建州性骚扰的经历。 因为这件事,大牙也因此失去了工作机会。 在大牙的爆料控诉常问中,我们得知,原来当时的陈建州和范伟奇结婚还不到一年,而且陈建州还是大牙的老板。 在车里的时候,陈建州就试探性询问,这么累是不是很久没有放松了? 对于陈建州口中的放松,大牙以为是放松筋骨,就不以为然地回复说,是很累,肩膀很紧。 回到宾馆后,陈建州就跟他要房间好,其实大牙已经明白陈建州是什么意思,只是没有识破他,而是跟陈建州的经纪人取得了联系。 没想到还是被陈建州知道了,嘴上无奈的大牙只好给陈建州开门。 在陈建州的言语挑逗中流露着很多意味深长的话,大家还是很认真地告诉他,我一直把你当哥,甚至还把范伟奇的名字搬出来提醒陈建州,就是想提醒陈建州,他还有妻子。 然而陈建州不仅不听,反而说,你范姐姐不喜欢这种事情。 幸尔当时有人路过房间,大牙以朋友要马上来了的名义,催促陈建州离开,可陈建州却说,你亲我一下我就走。 大牙再次认真警告他,自己是他的妹妹,你会让妹妹亲你的嘴吗? 没想到陈建州的回复是,是没有过,不过下次可以试试。 这段被性骚扰的经历,一直让大牙隐藏在心中,不敢对外说出来,也一直没勇气。 像大牙这种没有直接心的证据,能否控诉成功呢? 估计这也是很多网友们都非常担心的问题。 在绝大多数性骚扰诉讼中,依然是要求原告提供充分和直接的证据,否则就以证据不足,驳回起诉, 或者判决败诉。 大牙已经全面停止工作,看来他对待自己控诉这件事是非常认真的。 要知道,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除了大牙控诉陈建州外,还有台湾艺人郭元也控诉陈建州。 他发长文表示,自己被陈建州性骚扰两次,有一次是在范围棋怀孕的时候。 之后还有一位是黑色会妹妹的成员夭夭,也表示自己是受害者, 曾经遭受过陈建州的性骚扰。 历时大半年的陈建州骚扰案,在12月19日,终于有了结局,真是狠狠出了口恶气。 陈建州告大牙刑事加诽谤罪一事,陈建州败诉。 检察官称,非捏造事实,大牙周一辈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而陈建州和范围棋这对作妖的夫妇,终于也可以消停证了,真是向右行神。 网友辣平,怪不得陈建州现在状态这么不佳,衰老道都要认不出来了,不得不说真的是自己作的。 下面就跟小编一起梳理一下,结局如此大快人心的事尽始末吧。 说起陈建州和范围棋这两口子,无论是在台湾当地,还是在内域,风评都极其不好。 单领出来都是黑料满满,狼狈为奸,蛇鼠一窝,说的就是他们两个。 而更讽刺的是,二人对外还称是模范夫妻。 以至于现在网友看到这两人,第一反应就是,全都美好,印象已经跌落到谷底。 陈建州的德行,从出道开始就备受争议。 刚开始大众以为,这些都已经够了。 但是没想到,接下来连番的爆料,将陈建州仅存了一点侥幸,全部抹杀。 可想而知,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多么大的阴影。 这件事爆料出来之后,立刻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网友们纷纷喊话陈建州夫妇出来回应这件事。 陈建州如此心虚,怎么可能站出来? 好几天都不敢回应,还得靠范伟奇出面。 但是范伟奇的回应,更是让人看清这个女人的面目。 范伟奇居然还称,相信自己丈夫是个正直的人, 还敢说深圳不怕影子邪。 自然会有不清楚的网友站在范伟奇这边。 但范伟奇这个人的人品,早就被有些网友扒得干干净净了。 首先就是范伟奇蛮嘴谎言,采访的时候说自己毕业于哈佛, 包括弟弟也在哈佛,营造参与人设。 结果被网友扒出是哈佛下属的社区学院。 面对这个点范伟奇还不依不恼, 说自己可没说过是哈佛的哦,是网友误会了。 还有插刀张绍涵的事,有些网友还历历在目呢。 当时张绍涵被母亲泼黑水,全社会都在抨击她的时候。 作为张绍涵闺蜜的范伟奇, 第一个捅刀子。 他不但趁机抢了张绍涵的代言, 还挖了张绍涵的助理。 阴阳助理在张绍涵那里吃了好多的苦。 后来张绍涵的事件被平反, 事业见起色的时候, 范伟奇又出了暗戳戳的装可怜。 这个不要脸的程度, 真的跟他丈夫有一瓶。 就这样人品的两个人凑在一起, 虽然还有一小部分网友站在他们那边, 但大部分网友自然是不信的。 而这对夫妻很快就出了下一招。 厚颜无耻的夫妇在28日的时候, 声明大牙说的都是捏造事实, 自己的名誉权受损, 并告大牙诬险。 大牙才是深圳不怕影子鞋, 自然应战, 但是又怕二人给他下黑手。 好在在事情发酵的时候, 又有另外几个被陈建州性骚扰的女艺人站了出来, 替大牙申冤。 可见陈建州不止一次干过这件事, 有很多女性都遭到他的毒手, 只是刚开始不敢站出来, 由大牙开头, 他们才纷纷站出来指控陈建州。 见事实证据确凿, 陈建州那边很快就撤回了控诉大牙, 侵犯其名誉权的上诉。 网友以为这件事就此完结, 但没想到, 这对夫妇恶毒程度真的令人发指。 紧接着8月, 记者就拍到陈建州现身台北地方检察署, 还表示会通过法律捍卫自己的清白。 其实陈建州能如此猖狂, 就是吃定了, 事情过去太久了, 大牙没有具体证据。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 这件事虽然引得很多受陈建州侵害的女生一起发生, 但大牙毕竟是第一个站出来的, 肯定备受陈建州夫妇的针对。 今年9月14日, 大牙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 已经被传讯, 但是司法程序不能公开, 这可让无数网友为之担忧。 还好这件事终于在12月19日传来好消息, 大牙胜诉, 陈建州败诉, 可乐坏了一众网友。 据说当时有5名证人出庭证实, 陈建州骚扰大牙, 就连大牙和陈建州的前经纪人也出面了。 面对众人的声讨, 陈建州也不得不认怂, 现在犹如过街老鼠, 逼之不及呢。 面对记者的犀利提问, 也只是说谢谢, 辛苦了。 面对此情此尽, 网友们表示, 连最基本的名誉权都告不赢, 这人品得是什么样? 而大牙这边长达数十年的噩梦, 也终于在今天完结了吧。 大牙回应, 感谢所有关心这件事的人, 一直都相信正义会来, 女人们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 面对青海, 我们要勇敢地站出来, 让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感谢您的止级,